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后来的我们 Earth and Land 这是一部由台湾知名女歌手女演员刘若英 第一次当导演的电影 《桌腰记》的景博兰 还有七月与安生的金马影后周冬雨主演 这部电影呢 因为政府法令的关系 目前没有办法在台湾正式的上映 但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在Netflix上面 合法的线上欣赏 在商业上面是一部蛮特殊的电影 剧情叙述一对男女在飞机上面相遇 回忆起两人从十年前相识到分手的过往 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的刘若英 喜欢刘若英的粉丝 我觉得一定会很喜欢这部电影 以一部爱情文艺片来说 自拍的有水准 故事剧本不错 需要一点人生体验充满感触 对年轻的观众来说 也算还好入口 没有什么门槛 我想是每个普通人都能看得懂的电影 分手这个题材一直是爱情电影里面上等的材料 充满了矛盾冲突还有泪水 分手这件事情也是每个人不想经历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 请加油 不是说你要跟现在的男女朋友分手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 就跟刘若英的分手情歌一样 让人会有很多的感动 还有体悟 或许会有人不同意 我把这部电影的重点 放在分手这件事情上面 的确 故事中叙述这对男女分手的部分 只占了一点点 但我觉得整部电影 就是从这两个人的分手 延伸出去 往前看 也往后看 男女主角看似平淡的分手 是注定也是必须的 在火车上面的第一次见面 女主角就坐了一个 不是她的位子 但到了十年后 在相遇 你看得见他们还是很舍不得彼此 很缅怀曾经在一起的日子 即使分手了 对彼此的感情还是有的 而不只是把对方看成错的人 或者是对的人 只开到半途就停下来的火车 虽然没有送你到达最后的目的地 但也是带你走了一段 近几年哪阶都是谁谁谁 当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但在专业的分工之下 这些电影现在都不会让人 有素人导演的感觉 看得出来 这部后来的我们 是很有刘若英的味道 还有灵魂在的 在表面上 有北京给人的疏离感 但内在其实这个故事 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城市里面 后来的我们改编至刘若英的一个故事 过年回家 收在2011年 他的一个文字作品当中 电影的另外一个重点是 异乡游子离家打拼的故事 这我想应该也是 很多人有的亲身经历 离家成为异乡人 之后无论在哪一个地方 待了多久 你都是永远的异乡人 除了男女主角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配角 就是男主角的爸爸 由田壮壮饰演 简单来说 他就是一个待在老家 等着儿子过年回家的老爸 在电影的最后 田壮壮有一段独白 非常的感人 我也有被感动到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 这是蛮画龙点睛的一招 但老实说 我是不太喜欢的 那段的力量有点太强了 反而把整个电影 还有主角故事的格局 有点拉低了 变得很像只是一个 音乐录影带而已 其实不管是女主角 或者是在家的老爸 对男主角来说 他们都是只能陪他一段路的人 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 很传统的华人男生 附了身边很多的人 而且都是到了后来 才能明白自己是哪里做错的 然后很奇怪 在一段关系里面 往往都是女生长大了比男生快 也是先走的那一个 也就是电影中周斗宇说的 我已经不是我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他因为这个男生的关系 他变得更好 变得更成熟 可是这个男生没有 这就是后来的我们当中 最大的遗憾 我想应该也是不少人都有的遗憾 这部电影要说它很特别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部 跟前任说再见的故事 也让我们看完之后 能够勇敢地跟前任说再见 再见 这部电影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主题曲都非常的好听 包括田富珍的爱了很久的朋友 还有陈奕迅的我们 这两首都有在电影中出现 我觉得这两首歌使用的都没有很好 男女主角的设定 跟很多五月天MV里面的男女主角的设定是一样的 客人觉得周冬宇诠释得很好 灵动感、直率、气质都很成功 但景伯兰似乎就没有很认识 五月天MV里面的那种迷惘少年 导致我看起来觉得 他的那个角色就是哪里不对 有点分裂的感觉 导演刘若荫讲故事的方式很细腻 不炫技 这点是我很喜欢的 但硬要逼演员讲那些文艺枪的台词 如果当时你没走 后来跟我们会不会很不一样 令人蛮尴尬 通常这些台词是会出现在MV里面 然后用旁白或者是用字卡的方式呈现 结果周冬宇跟景伯兰常常就要互看着对方 然后念出那些不是人话的对白 实在是蛮辛苦的 总和来说 这是一部很可以看的爱情电影 好像不是很适合情侣一起约会去看 但很适合带着你心中的遗憾去欣赏这部电影 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 Earth and Land 我们和他们 相同的两个人 但就是我们和他们 珍惜我们还在一起的日子 不要为他们留下遗恨 后来的我们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